在上世纪90年代 日本经济学家给中国设计了一条科技发展路线 其中日本作为食物链顶端 掌握部分高端技术 而中国则被作为食物链底端 为全世界生产生活日用品 有同样规划的还有美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就是按照这条路线走 跟着每日技术发展 趁街路后产能 但是这一切开始发生了变化 以华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公司 开始发起了反攻 从5G技术到芯片 从手机到新能源汽车 如今再到鸿蒙系统 那么是中国会打破这种既定路线牢笼 还是每日会依旧禅食中国 大家好我是熊猫 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 6月2日 鸿蒙迎来重磅消息 鸿蒙操作系统正式在华为设备上搭载 这是全球第一款运行的物联网操作系统 这也意味着中国在操作软件上 首次实现领先 获得了先发优势 按道理来说 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国人骄傲的事情 但是结果却有很多人开启超讽模式 从最开始的是不是PPT项目 到后来的应不应该用太原架构 以及到现在是不是套科安卓等 各种争论总是喋喋不休 在很多人看来 鸿蒙就不应该诞生 华为应该直接躺平 不配反抗 而鸿蒙能不能成功 是华为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不喜欢华为 我就可以讨厌它 抵制它 甚至搞瘦它 熊猫无意批评任何人 但是依旧想对这些人说 你们真的打拼了 看待问题的格局小了 鸿蒙不只是华为的鸿蒙 鸿蒙的成败也不只是华为的成败 它往小了说 是中国操作系统的成败 往大了说 是中国高科技的成败 我知道有些人会说 你这是道德绑架 其实真不是 我举个例子吧 当中心被美国制裁时 很多中国人的真实反应 不是思考制裁规则 是不是合理 而是说它活该 当华为芯片被禁用时 很多中国人的反应 不是同情华为 而是幸灾乐祸 认为美国只是在针对华为 没了华为 其他人可以活得更好 当中国高校 高科技企业被制裁的越来越多时 很多国人和企业 这才开始泛然醒悟 原来针对的不是某一个人 而是中国 作为中国人 谁又能独善其身呢 那么这句话套用在鸿蒙身上 也是如此 作为为数不多的国产操作软件 我们就算无动于衷也好 静观其变也罢 唯独不能做的就是落井下石 因为它不仅是一套操作系统 更是关乎于国家安全 有些人会说这也太夸张了 其实这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操作系统关乎着一个现代战争 信息战 1999年 科索沃战争爆发 以美国为舍的国际联盟 与南斯拉夫发生战争 导致中国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被炸 成为中国人永远无法忘记的伤痛 但是这场战争对中国人的警示 不仅仅是若后就要挨打这一教训 还有关于信息战的应用 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 为了颠覆南斯拉夫 制定了数个作战计划 其中就包括用黑客入侵 系统瘫痪等 除此之外 整个科索沃战争中 南斯拉夫最先被轰炸的不是部队 而是以通讯设备 电力设施 以及机场为首的通讯系统 导致南斯拉夫军队 智慧系统最终陷入瘫痪 然后是道路 桥梁 练武场等技术设施 而军队则是最后才有打击的对象 科索沃战争也因此被人们称之为 现代信息战 南斯拉夫之所以这么容易陷入被动中 就是因为计算机系统用的是 微软以及其他国家的外国系统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不是对等性质的 除此之外 还有海湾战争也是如此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开始意识到 信息战的威力 中国也有这样的一批人 证实到国产操作系统的重要性 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尼光南 在一次会谈上 指出中国信息产业缺心少魂 心就是芯片 魂就是操作系统 说白了 就是虚有其表 还有华为任正威也有类似的观点 2012年 在他参加一次会议时就说到 如果安卓系统不给我们用了 Windows系统也不给我们用了 就相当于给我们断粮了 我们是不是就傻了 所以华为就开始在心和魂上下功夫 麒麟芯片 鸿蒙系统 应运而生 在当时 拥有这种先见知名的人并不多 尼光南坚持的国产芯片研究 被联想砍掉 努力研制的国产操作系统 也因为市场原因竞争不过国外 华为则在任正威的带领下 实现芯片设计上突破封锁 麒麟芯片一度与世界上最强芯片 苹果的A系列相比较 但是国内制造水平却跟不上 中国也依旧处于缺芯的状态 而国产操作系统也是如此 中国在工业软件 电脑操作系统 手机操作系统上 几乎被国外垄断 后来尼光南院士总结了失败的原因 中国要打破缺芯少混的局面 缺的不是钱 而是初芯 是的 缺的不是技术 是芯 但是在熊猫看来 缺的不只是一颗芯 而是两颗 一颗是企业层面 缺的是向上捅破天的心 另外一颗是中国人层面 自豪的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说下企业层面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 曾经为日本和中国 设计了一个叫 验证模型的科技发展路线 在这个路线中 将亚洲各国分为三个梯度 其中日本作为头业 掌握了技术和技术材料上 绝对垄断权 韩国新加坡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等亚洲思想龙 掌握了部分高端技术 作为中业 而中国大陆 印度等国家 承接落后的技术产能 作为伪业 最典型的就是 早期的各种家电 以及后来的汽车 机床 技术材料 都丝丝卡住各国的咽喉 其他人只能在这些技术下 艰难求生 在这个验证模型里 日本的异国民 享受着高端技术 带来的优越感 处于亚洲顶端 接下来才是韩国 新加坡 而中国只能排在最低端 活生生的一个人类般的食物链 讽刺的是 有类似食物链想法的还有美国 而日本就是曾经的受害者 在这条利益链中 美国作为世界科技灯塔国 处于食物链顶端 欧美日韩跟着吃肉 中国等落后国家 只能跟着喝汤 所有大雁都必须遵守阵型 不能愉悦 一旦谁敢打乱这个阵型 那么美国就会开始以投雁的身份 联合其他人共同针对它 比如美日贸易战 打趴了日本整个半道地行业 日本至今都不敢与美国科技行业叫板 与法国贸易战后 夺下电气巨头阿尔斯通 法国企业彻底丧失了动力 而到了中国 他们开始用同样的方式 针对中心和华为 打的不是企业 是敢于出头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由于实力弱小 也一直是按照美国 以及日本的设想来发展的 仅仅跟着美日等国家 充当委员作用 为欧美生产生活必需品 供他们吃 供他们喝 在他们吃饱喝足后 中国才能喝点汤 但是想要吃肉 那肯定是不行的 这些年 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好 身体长开了 甚至身上开始长出 头燕的羽毛 就是有一些企业 可以威胁到美国的地位了 所以他们开始感受到威胁 大棒也就落下来了 2018年一招致服中心 2019年又将目标 定在最粗的那根羽毛 华为 双方大战300回合 美国拉帮结派 最终用出芯片这根最猛的大棒 联合其他国家 拧压了华为 谁敢挑战头燕 他就拿下谁 在这场战争中 华为以手机为首的消费者业务 在坚持了两年后 发言机构Candalous公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 全球手机销量显示 华为手机暴跌50% 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者业务 几乎被打垮 而OPPO小米等其他手机品牌 均出现了暴涨 乍一看好像就华为出现了问题 其他中国手机品牌有增有减 并没有损失什么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 华为手机用户的流向 你会发现 其中高端手机喂饱了苹果 苹果的销量暴涨49% 中低端手机则流向了OPPO小米等 华为敢出头 那美国就枪打出头鸟 但是相比于数据更加残酷的是 枪打出头鸟带来的后果是 中国的科技企业丧失了信心 敢于创新的企业不仅没办法吃到肉 还会被打压到连汤都喝不上 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哪家企业敢于创新和挑战美国 在挑战之前 是不是都要看看这些企业的下场 这就是每日为中国科技设计的验证模型 总之你只能乖乖地当好伪业 在食物链的底端慢慢挣扎 所以我才说中国缺乏企业向上捅破天的心 但是你以为只有企业这样吗 其实并不是 连某些国人也是如此 在美国舆论的公式下 我们很多国人想的竟然不是反抗别人的恶行 而是在内讧 甚至开始反思自己 去骂那些想努力改变现状的人 你看华为不自量力 为什么要试图去挑战美国呢 你看还说备胎转阵 现在还不是被打得都爬不起来 你看鸿蒙只是个PPT项目 根本拿不出手 不要说美国在很多中国人自己眼里 中国的科技企业根本没有实力 所以想去捅破天 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很多人可能会说 你这是在带节奏 其实并不是啊 因为在这一点上 日本看得最通透 2017年 日本APA酒店入华 中国政府出面抵制APA酒店 很多国人非常的愤慨 游行的游行 抵制的抵制 但是日本APA酒店社长却无动于衷 说出了那句名言 中国人很健忘 过段时间就忘记了 这句话我至今都记得 但是有多少人会记得呢 显然没有几个吧 再比如HM棉花事件 熊猫至今都没忘 但是你现在再去HM店里看一下 估计又开始着漫威换了 所以我才说中国缺两颗星 一颗是企业敢于向上捅破天的星 另一颗是中国人团结的星 那么我为什么说鸿蒙是中国的机会呢 这个机会不能是其他人嘛 这就要说到操作系统成败的关键 生态系统以及先发优势了 什么意思呢 生态系统很好理解 比如一个手机上有微信 淘宝 抖音等各种各样的应用 另一个则什么都没有 那么大家自然会选择应用更丰富的那台手机 而这些应用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它们就像一堵墙 每天都有新的应用加入到这堵墙里 日积月累之后就会形成一座坚固的壁垒 其他操作系统就很难逾越 中国操作系统为何迟迟做不起来 就是倒在生态的建设上 在上世纪90年代末 中科院启动了红旗Linux项目 由尼光南 孙玉邦等人主持该项目 准备全力做国产操作软件 为了更好的融入市场 还成立了中科红旗 1999年 在红旗Linux刚刚诞生的次年 国务院就发布了鼓励软件发展政策 国产软件迎来了市场利好 政府部门开始采购国产操作软件 红旗Linux成为诸多政府部门采购的对象 而且由于微软的价格比较贵 而国产的操作系统更便宜 联想 戴尔 惠普等公司的电脑 都曾预装了红旗系统 上线近一年多 红旗Linux销量就涨了4倍 达到了100万套 要知道当时的电脑还属于高端产品 100万套的销量 足以让国产操作系统看到曙光 为了让红旗Linux拥有在性能和生态上 能与微软一较高下的实力 尼光南研发了防舟一号芯片 与之相互配合 丰富操作系统的生态 2003年 北京市政府进行软件采购 红旗Linux入选 而微软则被排除在外 此时的红旗Linux拥有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合作方曹森都激动地喊出超越微软的口号 但是红旗Linux的辉煌也仅限于此 因为此后的微软开始了反攻 他们故意纵容国人使用盗版系统 借此来压榨遏制正版的过程系统 当垄断国内市场后 人们已经习惯使用微软的Office办公软件 他们开始向政府部门下手 由于微软的Office办公软件 与红旗Linux不兼容 所以导致民间的企业 或者个人应用的微软Office 在政府的电脑上打不开 两者的沟通成本很大 而且民间的使用量太大了 根本无法扭转 最终反而迫使政府改为采购微软系统 而微软再次凭借捆绑销售自己的Office办公软件 导致机关部门彻底放弃采购过程办公软件 于是系统与生态双双失去市场 红旗Linux也就再无翻身之日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软盗版策略 当市场习惯了一种生态之后 另外一种生态想要冲破枷锁是非常难的 在以往的操作系统发展中 欧美由于科技领先占据了先发优势 利用丰富的生态 竖起了一道坚强的壁垒 让其他国家的生态难以生存 老实说 这件事情不能怪民众贪图便宜 因为微软凭借先发优势 占据了PC端的操作软件市场 中国错失了一次单得的机会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手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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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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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早上一起来,许多熬夜看完发布会的人都在喊,苹果就在挤牙膏了 其实一晚上的发布会总结就几点,换了些型配色,把充电接口改成了安卓早就用了好几年的Type-C接口,换上了A16、A17芯片,机身从不锈钢变成了钛合金 当然,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定价了,而在这方面,大家确实能感受到苹果公司的精准刀工 一个128GB的手机内存容量价值1000块,256GB就是2000块 还有为了让老用户的来紧数据线能继续工作,苹果贴心地推出了一个转接口,不贵,就243块 一根C口的充电线也才145块 可以说,除了这次使用的新材料以及3纳米制成的芯片外 手机本身的技术更新叠代基本上没有 为啥苹果敢这么心安理得的挤牙膏呢?说到底,还是没人能打得过它 凭借着以前攒下的老底,苹果手机虽然创新不足 但你不得不承认,它的技术底子依然在 除了当初的华为以外,没有哪家手机品牌能够撼动苹果的地位 甚至在华为被制裁落入谷底后,原本空出来的旗舰手机市场份额 也没有哪家国产手机能够吃得下,大头都被苹果给吃掉了 在这几年各大平台的618、双11活动中 手机版单基本上都被苹果给霸榜了 去年一年它仍旧卖出了2.5亿部苹果手机 不过好在的是,从今天开始,苹果已经没办法继续这么躺平了 因为华为又回来了 8月29号,华为毫无预兆地将MAT60提前开售 一经面试就被消费者疯狂抢购 它火到什么程度呢?连国外的网友都想购买MAT60手机 可由于华为这一次不准备在国外售卖MAT60手机 有些外国网友甚至愿意加价两三倍的价格来购买 这次华为带着国产5G手机的回归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压力,包括苹果 前面说,瑞银下调了苹果新机的出货量 就是因为华为的缘故 虽然MAT60手机的发布会至今还未跟大家见面 但是手机携带的创新技术却已经被大家拔拉出了不少 比5G网络更快的4G网 能够打卫星电话的手机,拿着手机砸核桃 在水桶里,隔空遥控手机等等测试视频层出不穷 苹果如果还愿意继续挤牙膏,躺着收菜的话 估计手机里同样的位子可就做不安稳了 其实,华为的重新回归最开心的应该就是果粉了 只要华为越强,苹果的更新来的就越快 等明年的科技春晚,咱就知道是不是了 老美强迫阿斯迈尔禁售DUV光刻机 这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 他们当然要反抗了 要知道中国可是阿斯迈尔的第一大客户 占据他们34%的市场份额 结果老美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先是EUV不让出口中国 现在更是连DUV都不让卖了 这么反强的背后其实是中国芯片的燎原知识 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就来说说美国准备再次对我们芯片下手的事 8月1号,根据路透社报道 老美有可能禁止出口芯片生产设备 这次针对的目标是中国Nine的存储芯片生产商 其中还特意点名了长江存储 要知道在4月份时 老美就对长江存储进行审查 当时他们怀疑长江存储向华为供货 违反了老美的禁令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第二次下手了 而且还将目标扩大到了整个中国存储芯片 那么问题来了 老美真的要对长江存储下死手吗 存储芯片到底有多重要 为何不敢让中国发展起来呢 其实这是老美的烟雾弹 美国实际上盯上的不只是存储芯片 而是中国的整个工业 而这还要从存储芯片的重要性 以及中国存储产业崛起开始说起 对了视频制作不易 麻烦大家点个小红星关注一下 熊猫败歇了 说起存储芯片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就是U盘 电脑硬盘啥的嘛 只是个储存信息的东西 它有啥重要的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 正是因为它在芯片里面属于比较基础的 所以它的重要性才大 就像电力一样 平时看着没啥用 但是没了它 所有的全球制造业都要瞬间崩溃 存储芯片的重要性也是如此 它在信息产业的作用 甚至比高端的SOC芯片还要重要 我举几个它的应用 大家就知道了 低端的有大家熟悉的数码存储 高端的数据中心需要存储芯片 5G基站需要存储芯片 人工智能需要存储芯片 甚至我们普通人打个电话发个短信 都需要存储芯片在背后运作 就连SOC芯片也有基础内存 它就需要存储芯片 可以说 所有的信息产业都离不开存储芯片 而信息产业又是高端制造业的基础 所以说它是比高端SOC芯片还要重要 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SOC芯片只是决定了信息产业的极限 而存储芯片则是信息产业的根基 但就是这么重要的领域 我们却要长期的依赖进口 话语权一直掌握在 每日还能少数外资企业手里 韩国的三星 SK海力士 美国的美光 西部数据 以及日本的东芝等企业 占据着全球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所以中国一直希望能够突破 他们的技术封锁 而且我们真的快做到了 老美为啥想要禁止 存储芯片制造设备呢 原因就是以长江存储为代表的 中国存储芯片正在快速崛起 我们发展的有多快呢 我们来看看时间线就知道了 中国真正大规模布局 存储芯片的是在2006年 湖北省和武汉市 共同出资组建一家公司 用来生产12英寸继承电路 这家公司就是长江存储的前生 武汉星星 专门制造存储芯片的 不过武汉星星的运气并不好 刚刚成立没多久 就遭遇到了08年经济危机 市场和订单一起走下坡路 武汉星星遭遇到了很大的困扰 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 2014年 中国成立了国家芯片大基金 专门扶持中国继承电路的发展 在他们的支持下 武汉星星与资光集团的国企 共同成立了长江存储 除此之外 还联合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 清华复旦等中科研院校机构 共同研发NanoFlash芯片的相关技术 当时的存储芯片主要有两大类 一个是以Drum芯片为代表的 医师性存储芯片 武汉星星研发的就是这个 隔一段时间就刷新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内存 用的是这个 你关机或者手动刷新一下 内存就被清理了 保证手机的运行速度和性能 因为不具备长久的存储功能 所以就叫医师性存储芯片 还有一类是 以NAND闪存芯片为主的 非医师性存储芯片 它和医师性存储芯片恰而相反 断电和刷新后并不会丢失数据 经常用于硬盘 数据中心等储存资料的领域 这两者都是主流的存储芯片 占据了市场95%以上的份额 长江存储有技术积累 资金以及人才的支持 所以瞄准的就是NAND闪存芯片 在经过三年的投入和研发后 长江存储迎来了突破887 2017年 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宣布 在32层3D NAND Flash上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NAND闪存当时也有两种技术路线 一种是2D的NAND 它的闪存颗粒是分布在一个平面上 所以叫2D NAND 至于3D NAND 顾名思义就是闪存颗粒 不仅分布在二维上 在持值方向上也有分布 3D NAND极大提高了闪存的容量 所以是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技术 长江存储就是依靠它 实现了国产闪存的突破 以及让产业界无比震撼的中国速度 在2018年时 长江存储就实现了 32层NAND芯片的量产 但是长江存储的辉煌才刚刚开始 同年 它们又突破了64层NAND芯片技术 并且在2019年成功量产 2020年时 长江存储更是直接绕过96层 成功研发出128层弹的芯片 2021年同样实现量产 填补了国产空白 到了此时 长江存储在技术上 已经不输给其他国家 有了燕技术支撑 长江存储的市场也逐年方倍 2020年时 它们的市场份额才占全球的1%左右 到了2021年时 已经是3.4% 2022年预计将达到7% 这还是产能限制的情况下 如果按照预计产能走下去 长存的市长率将在未来三年 继续扩大一倍以上 长存的崛起太快了 快到让人刮目相看的地步 甚至成为中国芯片突围的典范了 所以在今年4月份 老美就盯上了长存 白宫撰写了一份报告说 长存对他们的美光 以及西部数据构成了直接威胁 老美商务部就找了个 给华为供货的理由 然后开始调查长存 但是调查还没结束 让老美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2022年 我们存储芯片的整体产量 实现了飞跃 除了长存外 中国还有专注专目的合肥长星 以及专注普通成土的进华集团 他们也已经实现了 存储芯片的研发和量产 如果算上其他国外企业 我国在2021年 闪存芯片产量 占到了全球的23% 相比之下 老美企业挺强 但是本土产量反而在走下坡路 根据咨询公司YOU的数据显示 美国本土NAND产存芯片的生产数量 已经从2019年的2.3% 降到了现在的1.6%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 美国计划打压 中国存储芯片的传闻 那么他们这个传闻如果成真 会不会对中国存储芯片产生影响 答案是影响肯定不小 但是不会像当初华为那样 事实上 如果禁售中低端芯片制造设备 难受的不只是中国 还有国外企业 因为从传闻上来看 老美主要是禁止向中国出口 存储芯片的制造设备 以此来限制我们发展 但是与手机芯片不同 NAND芯片因为有3D的堆叠 所以对制程的要求并不高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3D NAND Flash制程 一般是在20纳米 包括我国的长存 以及美光 英特尔等国际巨头的产生产品 用的也是这个制程的芯片 在短期上 长存能企业已经建好的生产线 可以继续使用 按照规划 今年可以达到每月15万片的产能 也能满足交付使用 影响比较大的 则是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实际上 28纳米光刻机经过多次曝光后 也可以生产出20纳米的芯片 只是成本和效率慢点 所以中国只需要攻克28纳米光刻机 那么就可以满足中长期的需要 而我们其实已经在研发的路上了 具体的不方便说 大家可以自行查找资料 总之在28纳米和20纳米光刻机出现之前 我们确实会阵痛 但是生存却没有问题 不会出现像华为那种 没有芯片可用的地步 但是受影响的 其实不仅仅我们 老美和韩国的巨头们 受到的影响更大 虽然我国层储芯片产量达到了23% 但是这里面外企还是占到了大头 尤其是韩国的三星和SK海力士 我们以三星为例 在今年的4月1号 三星在西安的第二期工厂建成投产 月产能达到了13万片 加上一期的12万产能 三星仅在西安工厂的产能就超过了25万片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数字是三星NAND闪存总生产量的4成以上 同时也超过了全球NAND总生产量的10% 而韩国的另外一家NAND芯片大厂 SK海力士也在中国下了重注 在去年年底 SK海力士完成了收购英特尔 在华的NAND闪存以及SSD业务 而代价就是 SK海力士将在收购的第一阶段 向英特尔支付70亿美元 韩国的三星以及SK海力士 就是看中中国庞大的芯片市场 所以才愿意花费重资 在中国投资建厂或者收购 生产弹的芯片 如果美国一旦限制 对中国出口芯片的生产设备 其实就是光刻机 对于这两家韩国企业来说 无疑也是灭丁之灾 对于老美的美光和西部数据来说也是如此 他们在中国也有工厂 除了存储芯片企业头疼外 阿斯曼尔也非常难受 先前他们就被禁止 向中国出售EUV光刻机 而从去年开始 老美又不断游说 连DUV光刻机都不要卖给中国 要知道 中国已经是阿斯曼尔的最大客户了 占到他们营业额的34% 没了中国市场 阿斯曼尔将受到巨大的影响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 当时消息传出去的时候 阿斯曼尔的股价瞬间就跌了 而且跌幅还不小 他们的老总非常反对这种做法 不断表示 禁售DUV光刻机 只会加快中国自研的速度 因为DUV光刻机 并不是很先进的制程 中国已经多次传出 成功研发出20纳米的消息 虽然还没有经过证实 但是也给了阿斯曼尔很大的压力 如果他们离开中国市场 那么等中国突破DUV光刻机的时候 阿斯曼尔中低端产品 将面临同样的绝境 所以对于阿斯曼尔来说 不管是从短期的业绩 还是长期的市场来看 他都不愿意离开中国 所以在今年的第一季度 阿斯曼尔不仅没减少出口 反而向中国出口了22台DUV光刻机 几乎是其他国家的总和 但是阿斯曼尔依旧挡不住老美的施压 至今美国和荷兰还在紧急协商当中 所以你认真看 美光和西部数据是老美的企业 阿斯曼尔是老美控股的企业 而韩国则是老美 一直想要拉拢的芯片制造大国 甚至连小老弟日本的尼康 也被老美要求不要售卖 在他们的背后 还有更多的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身影 这些企业也会遭到很大的冲击 但即使如此 他们宁愿冒着自己人损失惨重的风险 也要对我们下手 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他们不知道越是封锁中国 中国突破的速度就越快吗 答案当然不是了 美国拥有很多顶级的资本家 他们对利益看得比谁都重 如果这么做没有好处 他们是不会放任政府这么做的 原因就是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 中低端半导体 对它制裁的好处 原胜于那点损失 提到中低端半导体 大家可能下意识会觉得 它好像没啥技术性 所以觉得它并不重要 但是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从芯片本身上 中低端的芯片确实不好听 但是从背后的产值来看 它和存储芯片一样 是我们众多产业最重要的根基 根据知名芯片分析机构 IC Insights的数据显示 2021年 全球半导体市场 10纳米以上的芯片 只占到29.9% 剩下的70%都属于中低端芯片 它们只要由DUV光刻机 就可以生产出来 这些中低端芯片背后的市场 有多大呢 答案是非常非常大 远胜于先进芯片的市场 一般芯片等级可以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是消费级 工业级 车规级 军工级 每个级别的芯片标准都不相同 其中芯片的寿命和可靠性 是依次递增的 毕竟汽车和导弹五小时 一用就是几十年 工业生产线也能保持大几年 而手机和数码产品 可能几年就换了 较贵的很多 总的来说 制造业还是以中低端芯片为主 像汽车的大部分芯片制程 也在28纳米左右 家电更是在40纳米左右 大客机类的芯片都不谈制程 只要求可靠 还有庞大的军工类等等 这些行业的价值非常大 其中 汽车年总产值突破10万亿 家电年营销额突破1.2万亿 大型客机市场更是超过8万亿 而军工市场也超过了万亿等等 相比之下 需要先进制程的手机和计算机行业 年营业收入不超过1.5万亿 而这里面还有很多 需要采用成熟制程的芯片 这些行业都是我国高端制造业的代表 同样的还有在信息产业 由于物联网 自动驾驶 AI智能等新领域快速崛起 它们对于成熟制程的芯片需求越来越多 像IGBT 传感器等等 都是比较成熟的芯片 所以中低端芯片 不仅是我国高端制造业的根本 也是未来信息产业的根本 恰好中国这几年在中低端的发展也非常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 这里有两个数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个是彭博社的数据 在2021年中 全球20家增长最快的芯片公司中 有19家是中国公司 已经不能用远胜来形容了 只能说是完全掉大 第二个是国内的光刻机市场 由于EUV光刻机被禁 所以很多企业干脆放弃进口EUV光刻机 而是改用DUV光刻机 很多国外产家卖到手软 现在去定制一台芯片制造设备 需要等18个月左右 然后DUV光刻机的二手市场就火了 有些高端芯片设备的价格 甚至比原来的还翻了5倍 老美越制裁 我们发展的越快 有种新兴之火可以燎原的感觉 他们当然想要考虑再进一步对我们下手了 如果真的禁用DUV光刻机 我们各个行业确实都会受到影响 但是最终谁受到的伤害更深 还不一定 道理和存储芯片一样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 很多企业都在中国有着庞大的利益 可以说是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的存在 为什么说老美一直在针对我们的制造业 但在今年7月份时 中国进出口总值却能增长23% 贸易顺差还能扩大到81% 原因非常简单 大家其实看透了 没有中国 本土的制造业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 所以老美试图将中国单独孤立的套路 和先前产业链去中国化一样 基本很难实现 比如阿斯曼尔和苹果就是 你不让它卖给中国 和断它财路有啥分别 中国制造业确实到了转型的关键期 只要闯过这个关口 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了 到时候天高任我飞 逾越变成龙 期待我们能早日实现它 好了都看到这边了 喜欢的话麻烦点个赞和关注呗 我们下期见 2021年华为断币求生 华为2021年的业绩出来了 销售收入再次下滑28.9% 这已经是华为销售收入连续两年下降了 真的让人看得心酸啊 尤其消费者业务这一块 是一直低跌不休 销量从2020年全球第一的位置 一路下降 现在的出货量连国内前五的位置都保不住 甚至华为旗舰折叠手机 P50 Pocket 被迫使用4G版本 千金渺茫 而Mate50也无奈退迟发布 手机业务跌得是让很多人心凉 而华为主营的运营商业务也不好过 通信设备销售的份额不升反降 从原来全球31%下降到28% 反而是爱立信和高通两个小弟 趁机落了一点份额 虽然整体保持稳定 但是考虑到华为坐拥全球最多的5G专利技术 以及根据竞争力的服务 份额下降就是一种变相的损失 很多人对此表示惋惜心酸 华为已经足够努力了 但依旧还是处在生存线上挣扎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即使遭遇到这么大的打击 华为在新年致辞中还是用了前行不错 未来可七八个字 来描述华为将来的前景 不仅乐观 而且充满了自信 如果时间到放你会发现 即便遭到再大的阻碍 他们给人的感觉一直如此 比如华为玉成东说过 2023年华为首级要王者归来 任正非还说过 和平是打出来的 我们要用勇敢和牺牲 打出30年的未来 那么问题来了 年年业绩都下滑的华为 为何仍旧如此自信的 今天我们就从华为三个业务来简答一下 2021年 华为为了活下去 做了哪些努力 华为未来真的大有可为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以手机为主的消费者业务 首先在2020年8月后 华为就没办法获得芯片了 虽然后面紧急备货 但是依然面临坐吃山空的局面 也是在这之后 华为在硬件上开启了四种断臂求胜的模式 第一个模式便是在手机产品线上进行战略收缩 在华为的1加8加N战略中 作为主要的流量入口 华为手机的战略意义是重中之重 后面的不管是8还是N 都是属于手机的延伸 所以如何延续华为手机的生命是第一选项 华为果断选择性地放弃了中低端市场 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P系列和Mate系列的高端旗舰机型上 保持一定的更新迭代能力 让华为手机存在的时间尽量久一点 这种策略优劣式共存 缺点很明显 限量供货旗舰机型 加上黄牛刻意囤货 导致华为手机有种饥饿营销的感觉 很多忠实用户都在吐槽华为手机难买 而且手价贵 这是华为手机战略收缩后必须承受的阵头 当然华为也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 采取线上直接订货 线下买手机必须实名开机的销售策略 并且推出更换电池 升级储存容量 出售翻新机等方式来弥补缺新缺货的通牒 但好处是 华为刷足了存在感 成功极限续命 为王者归来腾出了几年时间 为了更好的续命 华为还在2020年出售了荣耀品牌 出售荣耀手机虽然听着很悲情 但对于华为来说 则是一个重大的备胎战略 首先 荣耀手机重获新生 算是华为对荣耀最后的贡献 其次 华为为自己获得了500亿美元的现金流 帮助华为在2021年实现战略部署 甚至可以支撑华为首级后几年的资金需求 如果这些资金用完后 华为还是没能再次获得5G芯片 那么荣耀就可以取代华为 无份衔接1加8加N战略 成为华为流量池里最重要的入口 但是这还没完 鉴于荣耀和华为流淌着一样的技术和血液 一旦荣耀也逃不脱缺新的命运 那么华为还可以重启第二种备胎选项 复刻华为 是的 你没听错啊 就是复刻华为 2021年11月 有消息传出华为有意将自己的技术 授权给中国油电器材集团等公司 让他们生产制造具有华为技术的手机 而在通月里 华为制选就出现了一款华为的高仿品 顶桥N8 Pro 它和华为Nova 8 Pro不能说一样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除了顶桥N8 Pro 还有顶桥M系列 中油店的HiNova都是华为的复刻品 如果说荣耀独立是华为的无奈之举 那么顶桥手机们则是华为主动布局 顶桥是一家设备运营商 它的定位就是贴牌 自己不搞研发 生产的基站和无线产品技术 都是用华为 然后贴上自己的品牌 想想看 华为可以授权给顶桥 中油店等公司 能不能授权给中国的其他公司 当然是可以的 只要华为愿意 可以很轻松地复制10家 乃至百家通款公司 他们可以阻止华为 甚至阻止荣耀和顶桥活的芯片 但是绝对没办法阻止中国所有的公司 华为的生命也可以得到延续 支撑到于成东王者归来的时间 所以对于华为手机来说 未来可期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但是这还没完 硬件的延续只是华为战略的一部分 它只能保证华为不死 但是依旧没办法让华为王者归来 华为手机或者说消费者业务 真正的王牌是 鸿蒙系统和HMS 2019年 华为启动两次备胎转阵 让大家认识到了麒麟芯片 以及鸿蒙操作系统的存在 而2021年则是鸿蒙系统 从备胎成长为华为底牌的一年 10月份时 搭载鸿蒙的设备达到了1.5亿部 而到了年底 鸿蒙的装机量就已经超过了2亿部 中国国产操作系统 从未如此接近成功过 如果说2019年的鸿蒙 让大家对它是不是PPT项目 是否抄袭 能否取代安卓充满质疑外 那么2021年发布的鸿蒙2.0 则就再也没有人怀疑华为的决心 以及鸿蒙的实力 以往苹果手机一直被诟病的是 系统升级 因为一旦系统升级 就会导致手机卡顿不能再用 这是手机厂家变相的逼迫用户 购买心机的小花招 但是华为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他们迫切的需要留住用户 所以鸿蒙2.0就针对不同的机型进行优化 让华为的旧手机更加的顺畅 为华为延续生命的同时 也让忠实用户得到更加的体验 而鸿蒙系统真正发力点不仅是改善用户体验 而是万物互联 万物互联还处于萌芽阶段 它虽然被很多人诟病 但是不得不说 未来一定是互联的时代 而互联的基础其实有三个 分别是操作系统 硬件设备 以及应用生态上的互联 来共同构建一张智能的网络 三者缺一不可 华为的1加8加N也是如此 鸿蒙就是其中的加 是互联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发挥鸿蒙的作用 华为在硬件上不断发力 相继发布了智慧屏 PC 屏板等设备 还发布了HICAR计划 涉足另一个可以和手机媲美的赛道 新能源汽车 这些都是为了玩上 华为硬件上的生态布局 而在软件生态上 华为早在鸿蒙诞生之初 就已经同步布局 2019年 因为谷歌禁用GMS 华为立马召集了数百名工程师 研发自己的生态系统HMS 次年又发动搜狐会战 从全球召集了2000多名工程师 共同研发更实用的HMS Core HMS Core是华为特意开发的工具包 开发者在开发软件的时候 如果从底层做起 会非常的麻烦 为了减少程序员的工作量 华为特意将自己的技术 做成一种软件工具包 开发者在开发软件时 就可以像搭积木一样 将工具包拖到程序中 快速方便地开发出一款实用的软件 在物联网操作系统上 华为走在了其他手机品牌的前列 具备了不小的先发优势 网小了假 用户在使用华为产品的时候 硬件之间的互动感会更加强烈 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粉丝的粘性 网大了说 华为提前布局万物互联 等华为解决芯片问题时 就可以直接与其他品牌摆手腕了 不注意要从头构建生态系统 顺便说一句 物联网作为下一代智能设备的底层技术 中国也是第一次在软件上 联先国外企业 所以不管对于华为 还是对于中国而言 这都是一次难得的万导车车机会 只要中国有 那么国外企业就不敢轻易禁用 从这点来看 我衷心的希望 华为能保住来之不易的优势 总结华为的消费者业务 不管是手机还是其他的软硬件 华为的布局是他们在2021年 能支撑下去的动力 而无数的后手 也为华为在未来的重新崛起 奠定了基础 2023年 华为手机将王者归来 不能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但对于华为手机未来是否值得期待 其实不用太担心 这一切都源于华为的任性 华为是一个危机意识很强的企业 也是一个善于在危机中寻找突破的企业 2021年 他们在业绩下滑的同时 竟然还增加了研发投入 以1490亿元排在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名 华为这些钱花在了哪里 就是在拓展企业的盈利模式 尤其是在运营商和企业业务上 这两者原本就是华为的主营业务 具有较强的盈利和调整能力 华为不仅止住了颓势 而且还逆势增长了 其中企业业务在上半年实现 429亿人民币的收入 同比增长18% 在2021年年底 预计可以突破200亿美元 是华为三大业务中唯一的增长点 2021年是5G商用的元年 华为运营商和企业业务 其实就是围绕5G加云计算加AI进行的 在4月份时 华为在全球分析师大会上明确了 要充分挖掘5G的价值 此后他们的业务也一直在围绕 探索5G出路的角度出发 可能有些人提起5G会很反感 第一反应就是骗套餐的玩意儿 但不得不否认 它在产业端的价值确实是无法估量的 所以华为的运营商和企业业务 都是围绕弊端进行 和他们的战略伙伴一起进行产业转型 那么华为口中5G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我来讲一个故事 大家的印象可能会更深刻一点 在华为松山湖基地 有一个南方工厂的手机生产线 为了能顺利生产 这个工厂需要超过9万米的碗线 不仅响应时间长 而且还很复杂 在每年手机更新迭代时 工厂都需要停产两周 来对这些网线进行重新升级和调整 而这两周的停产都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以平均28秒一部手机计算 每停工一天将会造成1400万产值的浪费 而5G具有高速传输 及时性 大容量等特性 可以很好地替代网线 根据计算 如果换成5G 那么就可以实现无线连接 每次手机更新迭代时 只需停产两天调整即可 每年产值可以增加1.68亿元 而这仅仅是5G本身带来的收益 它还有云计算 AI 数据中心 鸿蒙系统等带来的加成 这些都是制造企业转型的机会 在中国制造镇处于向高端转型的历史大变革中 华为众多的制造业底层技术 拥有一个绝佳的舞台 至今 华为已经与中国联通 美的 三一 哈佛等国内高科技企业 达成了战略合作 以美的为例 早在2019年 美的就与华为以及三大运营商进行合作 一起打造智慧工厂 美的集团遇到的难题 是传统制造业解决不了的 一种是制造业中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这是用来控制生产指令的一个系统 遍布在工厂的各个采集点和设备中 数量非常庞大 所以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去维护和调试 但如果把它放到5G的云端里 则可以将它们集中在一个统一的机房里 进行维护和检测 起到颠覆行业的作用 类似的事情还有品质检测 以往美的的品质都是人工来检测 城门高 而且容易出现人为的疏忽 给美的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以后就可以用5G 云竞算和AI进行智能化检测 类似这两种的布局 在美的的规划里还有很多 遍布供应链 物流 生产 品控等各个环节 也就是说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华为其实已经将生意做到了其他企业里 这也是华为2021年企业业务增长的主要方式 美的的智慧工厂愿景 只是华为众多战略伙伴里的一个缩影 而在华为的规划里 未来华为将为中国打造1000座5G智慧工厂 所以对于华为来说 企业业务的未来几乎少有对手 但是这依旧没完 华为除了要在高科技行业颠覆制造模式外 在传统制造业上也有重大布局 在去年的11月份时 华为煤矿军团 智慧公路军团 智能海关和港口军团 智能光伏军团和数据中心能源军团 举行出征仪式 在松山湖现场 任正非亲自为他们撞行 更是豪迈地放出宣言 我们认为和平是大出来的 我们要用艰苦奋斗 英勇牺牲 打出一个未来30年的和平环境 让任何人都不敢再欺负我们 我们在为自己 也在为国家 为国舍命 日夜同光 凤凰野派 人间供养 这些军团同样是去探索一条5G的道路 如果能成功 或许正如任正非说的那样 历史会记住他们的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制造业的大变革 好在中国这一次 并没有在大变革中落伍 反而是走在了前面 每次变革都是一次巨大的机遇 也是一次全球动法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华为一定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也需要全中国产业链的共同努力 但是华为的韧性与坚持 也让我们看到 不仅华为的未来可期 中国的未来也是同样值得期待的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